經過多日的紛紛擾擾 終於讓國會的巨大的嬰兒 能夠順利的生產出來 我想民進黨再次的讓國人看到 嘴上說的國會改革 但是確實在立法院裡面 只有一樣責任就是護航 我們一直在強調 國會議員不分黨派 是承載了全國國人的托付 來這裡監督政府 讓政府有一個強大的防腐機制 能夠為全國的國人 來做好每一件事物 而今天民進黨三度執政 依舊不改過去的 這樣的護航的整體的表現 尤其有這麼多的國會議員 把半年一次的施政總質詢 可以質詢行政院長的機會 竟然有所謂自我閹割 簡辦亦或是不問改書面 把整個立法院院會的質詢 搞得次序大亂 而在這個時候就已經践踏了國會的尊嚴 再來此言所謂要校正回歸 讓他的實訊權 能夠在三次唱名之後不到 依然可以讓院長來鎖取他的實訊權 我想今天民進黨已經麻木不仁到這種程度 我們要再次強調 承載了全民的托付來這裡監督政府 但是民進黨的國會議員做到了什麼 每一天都是在監督在野黨的國會議員 這個就是只得到40%的總統得票率的民進黨 依舊向下沉淪 而不知道國會議員該所負何等責任 我們這裡再一次的強調 國會改革刻不容反 國會改革無法讓陽光能夠照進我們的國會 讓民進黨的這些言行 能夠讓全國國人能夠看得更加的清楚 我們再次的呼籲民進黨 不要把自己認為是科員當酒了 都以為自己是立法院 是行政院的立法科 我們再次希望國會要有尊嚴 承載了全國監督政府的名義來到立法院 我們要做好每一天監督政府的責任 這樣子國家的政治更加的清明 能夠讓更加的透明 能夠讓我們全國所有的施政 都能夠確實做到防腐 以及效率為全國人民來做服務 院長會覺得民進黨立委要先跟您道歉嗎 謝謝大家 好 來 好 大家辛苦了 不好意思 因為我們還有行程 不好意思 因為我們還有行程 我們還有一群 還有人 好不好 好 不好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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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 水間包造成旋風 會覺得一顆三十元太貴嗎 謝謝 謝謝 朱澤民說一顆大概二十塊就好了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真的水間包真的好吃嗎 好 謝謝大家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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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覺得應該買一些草包給洪生漢他們吃啊 不要實際 其實他們真的是通篇都在胡扯 因為他們當時先說韓院長是為了要接見外賓 所以導致於陳廷菲委員沒有辦法先質詢 可是我們重新去看整個議事的流程 王恒威委員他質詢的時間超過十二點 那我們的休息時間大約是十二點到兩點半 所以一旦有人講超過十二點他就是最後一個 所以呢韓國瑜院長根本沒有去接待什麼外賓 他就是按照議事規則 王恒威委員講到十二點零七分 作為上午的最後一位 下午的第一位兩點半自然就是陳廷菲委員了 這是非常清楚的事情 中午只不過吃一顆水煎包而已 過程當中竟然被大家抹黑成 偷懶啊不上班啊想要提早下班 結果兩點半整個開會過程 最認真上班的坐在台上的是韓國瑜院長 啊我們請問其他的民進黨的立委 你們都去了哪裡 所以說別人不上班的時候說的很大聲 結果提早下班連上班都沒上到 直接礦班的就是民進黨的這群立委 不思檢討反而反過來抹黑他人 這是一件最糟糕的事情 所以我覺得不是用請他們吃水煎包 應該是請他們直接吃草包 其實他們不是沒有收到耶 他是不是說法前後不一 我們就以綠聚英這個深漢的臉書 為例 他在兩天前的時候他說 他完全沒有收到 關於陳亭妃委員或是羅明財委員 時間有異動 但是呢在這份議事處的文件公布出來之後 昨天他的臉書上突然改口成 雖然沒有收到陳亭妃的 但是呢議事處有打電話來說 羅明財委員的時間可能會有異動 那為什麼兩天前你要說謊呢 再來他一開始呢說 我不是遲到 我是早到 明明開會時間是兩點半 他兩點三十六才進一場 那他當時說 他是三點被通知三點要進一場 所以他在兩點三十六分進一場 已經比較早了 結果議事處公布了相關的調查報告之後 他昨天又改口 改成一開始是三點 但是在一點五十分的時候 接到了第二通電話 他在第一通電話的時候 議事處建議他在一點三十五分進一場 在第二通電話的時候 議事處告訴他 因為羅明財委員的時間可能會有調整 給他提醒 那我請問各位 這個意思不就是議事處請他 進到議場準備的時間 早於兩點三十五分嗎 那假設是早於兩點三十五分的話 他說 韓院長唱他的名是在兩點三十四分 也就代表 其實你只要聽議事處的建議 後面的人就不會翻車啦 所以你兩點半開會 議事處建議你要比兩點三十五分 早到議場 結果你兩點三十六分進一場 你告訴我不是遲到你是早到 這個邏輯呢 所以就是一大群的巨嬰在鬧事 上個禮拜五已經因為這些這個遲到的風波 到處鬧事 撒坡撒野在地上打滾 然後讓大家覺得立法院是一個很好笑的地方 結果禮拜一應該要開會的時候 然後民進黨作為執政黨 竟然當家還鬧事 繼續鬧場 讓會議延宕了五十分鐘才開 所以民進黨讓大家覺得非常不可思議 明明你們是執政黨 為什麼在立法院裡面要處處鬧事 所以這個綠巨嬰深憨的前後兩篇說法 他說他沒有說謊 但是呢我想就只是兩次說法不一樣 所以到底哪一次是真的 我個人比較相信議事處的報告 議事人員應該什麼時候做什麼事情 自己就應該把握好 立法委員議事人員不是小學生 總之群這件事情 只有一個說謊 一個很簡單的說法 議事人員不是你媽媽 就是這樣子 民進黨不要再當巨嬰了 就是議事人員沒有義務提醒任何一個委員 什麼時候到什麼時間在哪裡做什麼事情 每個委員應該在什麼時候去盡他的義務 享受他的權利 都是每個委員應該自己隨時注意的 議事人員沒有義務提醒你幾點要起床 幾點要到學校 幾點要開始 我們還有人說 議事人員要幫你泡牛奶 幫你老夫嗎 所以議事人員不是你媽媽 每一位委員 你大概什麼時候要質詢 你就隨時應該掌握好情況 做不好呢 請就回去怪一下自己的黨團的這個助理 或是你的助理人員 是不是沒有很密切的幫你聯繫好 第二個我實在不願意說 但是請大家再回去看 那個表格還在那邊 當天的這個有輪子人員 當天當天民進黨團有三位輪子人員 直接是從上午的10點開始到休息 這三位分別是洪森漢委員 林楚英委員還有一位 現在被爛殺無辜的王正去委員 單子都還在上面 大家可以上去看 還在剛剛那個桌上 所以呢民進黨團的這個輪子委員 自己要不要盡好自己的義務 也是民進黨團自己的事情 所以這個我們也不再評論 總之就是說 每個人應該盡好自己的義務 如果自己時間到了不去執行 或時間到了英國按照規則 沒有被那個到 別人怎麼做 我們當然不管別人 自己盡好自己的義務 如果沒有做好 也就是 也就是你放棄自己的權利 然後事後不要再出來吵吵鬧鬧 好像小孩子一樣 這個所以我們就 我想這件事情 拉照義式規則走就好 這個我們身為國會議員 尤其要做好身教 做好很好的這個示範